我那一次是很氣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我覺得做人要將心比心 就是譬如說OK 今天你到一個店裡面 你拿了一個杯子上面一個唇印 你心裡怎麼想 當他拿著 我也跟他們講 我有一次發現 我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康哥我一定會注意的 我說好… 然後第二次發現 我就已經有點不太爽了 然後我就 我說妳的媽的妳是怎麼樣 我就已經不爽了 對 因為我覺得那是對客人 很不尊重的事情 對 到第三次我就走過去 我一看到我就火了 我就先把我手上那個砸爛 然後我就直接鑽進去吧台 我就在吧… 他都擺在吧台那個架子上 對 我就一個一個看 乾淨我就擺回去 這樣我就砸爛 我砸了大概七八個吧 然後那個旁邊都不能… 沒有人敢講話 因為我很氣 然後就有一個就是說 比較資深的 就說康哥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說你懂 我半小時再來我就走了 然後我就躲到辦公室去 我有監視器 我就看他們在幹嘛 可認真的 每一個 可是現在這個年代的員工 會不會罵兩下就跑了 那就滾了 我是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店裡也有來 很開心的 就跟他講說工作很累 不是你想像那樣 在夜店工作跟在夜店玩 是兩回事 9點上班對不對 對 12點半就跑了 9點半 那不是這麼熱鬧的時候 你說就不幹了 他就跑了 然後也不聯絡什麼的 他操了三個小時就走了 因為很累 他以為來就是站在那邊 聽著音樂舞一舞 跟著音樂搖擺 你瘋啦 你要付錢才可以這樣 你拿我的錢 你還可以搞這個 所以就是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經得起我罵的員工 你看其實我這麼兇 可是我員工很多 做的大概十年 所以挨得住的 做得住的 就會做很久 因為他們懂我 我罵他們的意思是什麼 我不是說無聊沒事 過去給你一巴掌我幹嘛 我就覺得你做錯我就要罵你 我不對你也要罵我 可是我要想問你 一家夜店怎麼可以維持它 開了十年都生意這麼好 不掉下來 開店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第一個 你要先讓自己成為一個 消費者的心態 然後你要不斷的變化 就是我常常講說開店很容易 對不對 羅姐 錢大家找不到 剛開始我也覺得我藝人 多少也有人認識我 那你去 那個時候就知道說商場的現實 你藝人又怎麼樣 光我屁事 光環沒有為你帶來任何好處嗎 屁咧 他反而還刁難你 比如說那時候談久 談久要付錢 很多人知道可以談比如說 一個月 三個月這樣 你啊 好啊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第一次做店 你以為我不知道 藝人在我們這邊是沒有用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這個 因為你 其實我常常講 演藝圈其實是最單純 當你出了演藝圈你才知道 原來社會是這樣子 羅姐你是不是有一次講他們店裡面 你覺得牛肉湯好喝還是什麼東西 不是 他們現在有出了一款牛肉麵 牛肉麵 對 我覺得是台北市 數一數二的 對 他講我說 台北市最好吃的牛肉麵在夜店 我都嚇一跳 很多人這樣講 大家那個夜店牛肉很有名 那個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因為那個廚師跟我們合作 到現在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那一年他是不知道哪根進步對不對 他就說 我想去比賽 我說你要比什麼 我要比牛肉麵 我說 我就有點傻眼 我說OK 興趣嘛 OK 好… 他說可是我要一個報名的公司 他們一定要一個公司報 我可以用A team報 我就一直笑 我說OK…你就報我 好 那比一比回來電話打 不好意思 這個冠軍 冠軍 太恐怖了 就這樣牛肉麵比賽 對… 我就有點傻眼 我說冠軍喔 煮來吃吃看 吃吃 我就覺得還不錯 可是人家得了冠軍 那我們就開始想 OK 那你不能就擺在那裡 然後就開始想怎麼做 我想那 好像夜店沒什麼在賣牛肉麵 可是夜店晚上喝到兩三節的時候 吃牛肉麵是很爽的 因為很多人你這邊沒有 他也要出去吃宵夜 就會想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 因為之前不賣 所以夜店很怕湯湯出血 萬一刨完你身上就瘋掉 那我們就好吧 那就現在我那個buck 因為比較冷靜一點 我在那邊賣 賣就滿好的 滿好以後 我們就覺得這樣子好像也 就有些人開反應 我一定要晚上才能吃到牛肉麵 所以我才在開了一個café 所以你開店開了這麼久 你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藝人 不是 客人 就特討厭的 像他剛剛講的那麼嚕的 膽死了 對 像我做爛客的 有兩種 有一種比較好的是 你知道以前經濟比較好嗎 對 大概 19… 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經濟還滿好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一包廂 就大老闆接下來 他做那個包廂做得很爽 從現在開始 一年之內 這個包廂都是我的 他就先付100萬 錢付的那也是 對啊 錢付的沒什麼話好說 多棒 錢已經先到了 可是我們是有困難 什麼 別的人來說我要做那個包廂 這樣我沒錢是不是 對 你就說人家包一年 他出多少錢 我出兩倍 你知道有錢很喜歡搞這個 對… 你就很難講 但是我又先答應人家怎麼弄 其實這個有好 當然你先收到的錢很開心 可是問題是 錢先入袋不是很… 你還要喬別的事情 開店不是那麼簡單 你還要喬 你要讓每一個人都開心是很難的 那我很討厭一個就是 也是一個有錢人 那我就會看 我說叫他們趕快招呼好 什麼… 那我就想沒事 那招呼都很好 那我就在吧台 吧台後來他們說 那個員工面有男色 跑來說康哥 我怎麼了 沒有啦 他們喝了大概1萬5 他們說要劃單 我說劃單 這不是酒店的事情嗎 劃單是什麼意思 劃單是不是不給錢 水果劃掉 礦泉水劃掉 可樂劃掉 那他1萬5要整個劃掉 沒有 他就要劃他 他說我只要負1萬 我們又不是那種店 你負1萬5千我付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很氣 然後我說好… 我說好 我處理我處理 我就進去 我說我是敬他的杯 我說老哥你幹嘛這樣 我說喝了 我說沒有啊 對不對 這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好 沒關係 那這樣嘛 要不然就請你付1萬5 要不然你一塊錢都不要付 這一塊我請 好不好 就這樣 我就走了 結果咧 他付了 他也不是很… 不是很生氣的樣子 你那時候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心裡有沒有把握 我這一招他是會付的 沒有 他代表不付 1萬5不付就是1萬5的付 可是他如果他不付 就是他如果知道 他原來畫單的話 你至少還可以收1萬 我不要 不要 不爽樣 那是就是那種氣 不是氣 那種一口氣的感覺 不是 你讓他有一次這樣子 可以畫單的話 他以後每一次都要畫這個單 那你一直就說好 你可以不要買 你下次也不要 不要買 我請你 OK 那我年紀比你那麼小 你讓我請你 你有面子 對啊 對啊 那你這次把他kimoji安撫好了 然後他下一 他後來還有再繼續來嗎 然後都好好的付錢這樣 有 他這個處理真的是很厲害 可是我當時沒有想要處理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 一個火上來 我就覺得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錢 很有錢的人 那個他的零頭 大概跟我花一輩子 你都不知道有錢人 是怎麼樣來的 都是省出來的 扣出來的 而且如果說那天是什麼 三萬五 四萬 五萬 你要花一點我可能就 那我打九折八折 明明就是一個一萬五的 而且我們也招待東西 你還要這樣 我就覺得那你要付就不要付 也無所謂 一萬五我應該 不會因為一萬五就餓死吧 對不對 但是我會因為一萬五看不起你 小湯 他做老闆會拿那個杯子看半天 不爽會炸掉 好 第三次以後 他在攝影棚裡面會發脾氣嗎 不太會發脾氣 不怒而威 因為其實我印象很深 我第一次跟他Re稿 就是在這個棚 十年了吧 應該有十年前 我那時候做一個節目 是九官身體健康 瓜哥主持的 就發他來 想說他夜店王子 然後平常喝酒應該胃會不舒服 他就進來 他就臉看起來 他其實只是沒表情而已 然後他就坐下來 然後化妝 我就說康哥不好意思 那個 你平常會有胃痛的問題嗎 我說沒有 我說 那你平常夜店喝酒 不會不舒服嗎 不會啊 然後我就想說 這麼難Re的人 這次 這集來賓前應該浪費 然後我就好…就出去 我覺得他的問題在於 大家都把他看成 螢幕裡面的那個人 他其實平常只是沒有表情而已 他希望大家不要認為他必須一直笑 對 這樣 對 他其實平常不是這樣 因為我真的不是九孔 對 為什麼 小湯他從那個時候那麼沒自信 到現在這麼大牌的主持人 他需不需要很小心伺候 要順得毛摸的那種 他沒有什麼 他只有偶爾變胖的時候 會嫌襯衫太緊 會生氣 因為太緊他就會不舒服 他就會開始變胖 我記得有一次暑假 我們逼他減肥 就是跟著他的十天 不讓他吃東西 就是他只能吃一點點 不能吃澱粉 吃草 後來瘦了 那個一個月瘦了 大概有8公斤還是 10公斤 對 8公斤還是10公斤 後來就是變得很輕瘦 我覺得他其實沒有外表 我就說 他外表看起來像黑道 其實內心是很男孩子的 其實我感覺他很自律 其實我印象比較深的 說真的是有一次 那個事情滿重大的 大概有一次錄影 那一天我在國外出差 然後我忽然接到電話說 那天錄影 預計錄5集 那天錄影錄到第三集的時候 那個製作人 現場製作人打電話給我說 妥媽媽在醫院 妥媽媽在醫院 當然我認為家人跟健康 這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他們生病或什麼的 我都會希望他們 先趕快去弄好 那我們再來補錄就好了 然後我第一個反應我就說 那就把後面撐掉 把後面撐掉 趕快讓他去這樣 然後結果 現場製作人就問康哥 康哥就說 沒關係他已經跟二哥通過電話了 他希望繼續錄影這樣 我說那我就打給他 我就說 你要不要先去 他就說沒關係 後面都發了 你就錄完吧 我說但是我覺得這樣很怪 他心情會沒辦法錄 但他還是很認真的把他錄完 後來錄完結束了之後 我就聽說 妥媽就過世了 這件事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我在大陸 我就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因為妥媽其實跟我也很熟 每年過年都會打電話給我 其實我有時候我會覺得 妥媽也把我當小孩一樣 因為我跟他合作很多年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真的很對不起 我還是要跟他說不好意思 對 讓他 為了錄影這樣 然後 沒有即時的感到 對 這是我覺得很抱歉 這個是 是… 會很愧疚嗎 因為工作 沒有看到媽媽最後一面 會很多人會不能原諒自己 他剛生出來的時候 我滿不好意思 因為他剛出來第一次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我是 第一次見到他 有點嚇到 就是因為 揍揍的 對 然後你不知道他誰 你跟他不熟 你知道 故事抱出來這樣 你看看你小孩 我OK 很好 你要不要抱 不用 去把他洗乾淨 你都... 小孩子只有一個很寂寞 你會不會再想生啊 對啊 我跟我兄弟講一句話 拜